今天嘴巴上的顏色呢是Dior的這一支 然後色號是314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漂亮 然後帶有一點點絲緞感的那種泰奶色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呢是我頂著新髮型第一次拍片 我昨天才去剪 因為歷時接近三個月我終於剪頭髮 然後我自己看了就很不習慣 就是太長你也會抱怨 然後太短現在因為在那邊不習慣 所以我也搞不定我自己 好那今天就是頂著 螢火蟲植木妹妹的頭髮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今年夏天有哪些涼鞋是我推薦的 還有哪個是我穿到之後真的是痛不欲神 然後它又很貴 所以就是更加痛不欲神 那你近期如果對於涼鞋有購買欲的話 今天這支影片就要繼續看下去 那在此之前呢先報告一下我今天穿了什麼 呃上衣的話呢是我之前在日本的古著店買的 然後這個背心是Heather 就是一個日本品牌Heather 然後最近在特價 所以我買它的時候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然後它顏色很特別 因為其實近期這個背心就是蠻流行的 可是這個顏色算是我蠻少見的 所以我就購入黑色的這個 然後耳環的話呢這個是我自己穿的 厲害吧 好啦廢話我就說我們就趕快進入影片 那因為涼鞋有好幾雙 所以我打算用時間序的方式來介紹它們 就是誰先到我家我就先介紹誰 所以第一款呢是Teva的涼鞋 然後不瞞大家說 這真的是我第一雙Teva Teva已經紅了非常非常久 可是我之前一直都沒有購入 然後也沒有真的讓我心動的地方 沒有購入有一個點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穿 然後我就天性反骨 就是不想跟那一樣 然後我就一直也沒有去試穿 也從來都沒有吸引過我 雖然偶爾有小小吸引我 因為我發現它真的很百搭 然後我朋友都說真的很好穿 可是我想說 可是我不想跟你穿一樣 那我會收到這一雙呢 是因為United Arrows跟它聯名 好像算是別注款 那所謂別注款就是 只有在United Arrows才可以買到的款式 那它特別的地方呢 在於它涼鞋上面是有這種低調的小抱紋 那時候我收到老實說啦 我看到我想說這個也太不像我的鞋了吧 就是它看起來太 我不知道 很像那個 普學亮代言的那個良鞋 就是它的機能感很重 好那這一雙我就是覺得 喔類似像這種風格 那我平常穿鞋子沒有真的很講求機能性 或者是最講求舒適性 我就是它一定要好看 其他的話就喔沒關係 我們都可以去彼此互相認識磨合 可是我真的第一次穿這雙說 喔太好穿了吧 難怪我周遭非常多朋友在大學的時候 就會不定期入手一雙兩雙Tava 因為真的非常好穿 它的底很Q 然後它鞋子很輕 因為我是說我過去對於鞋子的話 最講求的就是外貌 所以其實我蠻常穿著 我媽所謂盔甲鞋 就是那個鞋真的超重 這雙坦克 可是我一穿它之後呢 因為剛好後來又面臨疫情 我只要去市場 我只要去全聯 我都穿它 因為它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它的那個鞋底很Q 然後你繳進去 它的那個足弓凹凸的地方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的好走 然後這整雙呢 我自己只會覺得說 它看起來沒有這麼的時髦 可是我後來就有發現說 欸如果穿的比較休閒的話 它是很OK的 就它整個搭配起來的話 不會不好看 所以我喜歡搭配它的方式 有一個就是配連身的洋裝 因為那時候疫情在家 或者是真的要出門的話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穿連身的洋裝 因為你不太用思考 然後再配個棒球帽 其實蠻多在 我看日本的那個穿搭網站 WEAR 很多女生都這樣子穿 所以對於它呢 我就有一種改變想法的感覺 你問我現在推不推薦它 我會覺得 嗯我非常推薦 因為它真的很好走 可是要好看的話呢 接下來影片繼續品嘗下去 因為有更多 更好看又好走的 本集影片的第二雙 沒想到這個重點 切得這麼快 就來到雷品 這個雷品呢 除了雷 還很貴 那我覺得 說它雷品可能有點嚴重 但是 它真的不好走 而且我現在拿在手上 我覺得我在重訓 我的手好重 那大家先好好的看一下它 它是一個品牌叫做Toga Archive 常常大家問我的皮帶呢 就是Toga的 然後我最近有購入一個是透明的 那鞋子我一直都蠻想要嘗試看看 因為我每次看別人穿它架鞋 我都覺得很有個性 然後很有自己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 就是一些味道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那今年夏天打折的時候 看它有沒有折扣 那我真的留意到之後 它就是以一萬元作收 因為它本來就是更貴 那這樣子的鞋子 我想說沒關係就試試看 因為我對於鞋子來講 我覺得如果算可負擔範圍內 我都很願意嘗試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愛鞋成吃的人 好那我要放下它 因為它真的很重 那為什麼說它雷呢 原因是因為其實 這一雙鞋我買35號 我平常都穿35號 然後我基本上穿 每一款的35號幾乎都不會出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收到它 我腳一進去 我就覺得這35號怎麼這麼奇怪 又不像36 但又不是35 那你說它35半嗎 我也不確定 總之我就是穿進去之後 我就覺得它怎麼有一點點浪 那好在地方就是 它前面的地方是有魔鬼沾的 所以我自己就用魔鬼沾 然後把它真的是黏得很牢 那個腳才不會一直前後移動 好那黏得很牢之外 前面就會變得有一點點窄 就是微微像裹小腳 那我就覺得說算了算了 我愛鞋成吃 而且就像我剛剛講 我漂亮的鞋 我可以願意跟它抹合 跟情侶都會抹合 那鞋子可能也要 我就跟它抹合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辦理退貨 我想說好去跟它試試看感情培養 那後來幾次短暫 可能出門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還行 所以有一次呢 我跟我爸媽去比較郊外的地方 我就是沒有穿襪子 直接穿它 我的天啊 我到下午的時候 我的腳真的是痛不欲深 我的腳其實算是蠻容易磨破皮的 可是很怪的地方就是 我的右腳沒事 然後我的左腳有事 然後我就突然貼了OK棒 它還是會隔著那個OK棒 這樣繼續磨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後來我就覺得 好沒關係 那我就穿襪子 可是我發現它穿襪子的時候 因為它這邊的鞋面是皮革 然後前面有一點點雞皮 我真的穿襪子的時候 我的腳偶爾還是很容易 因為沒有摩擦力 它就會是一直移動一直移動 所以我就變成是魔鬼瞻 要戲的更老 這個就是我找到最後跟它的相處之道 然後我也是因為Toga的關係 我第一次穿襪子再穿涼鞋 就是我以前會覺得 嗯這搭配有點怪 可是後來我發現我穿黑襪子 再穿它的話OK 它就是有點乍看 是包鞋 可是它又不是 然後我發現它有額外的一個 講不出來的搭配風範 我目前也還在適應當中 可是我後來發現說 如果你想要穿的比較個性 然後街頭男孩感一點的話 確實襪子搭兩鞋 是一個可以嘗試的選擇 可是我目前個人的話 還是比較習慣 就是如果我要穿兩鞋 我就是想要腳趾頭露出來 因為我覺得那樣比較涼快 好所以抱怨它的時候 就我還是要跟它好好的相處 但是如果你腳也是跟我像這樣子 就是比較容易磨破皮啊 或幹嘛的話 建議不要買 再下一款鞋子呢 是如果你喜歡Teva的樣子 可是你會覺得說 欸Teva好像比較容易賺款 你想要買一些更特殊的顏色的話 你可以留意看看這個品牌 叫做Camper 其實星光三月我記得有Camper 可是我發現台灣的Camper的 款式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就是有時候在網路上 欸無意間看到Camper不錯 我就會留意 那我這一次就是在逛Farfetch的時候 看到它有五折 我這邊我想要大大的抱怨Farfetch 就是它是一個設計師品牌的網站 所以它就是南瓜了非常多 國內外各式各樣設計師品牌 它就會在那網站上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會在特價的時候去逛它 然後我自己購買的經驗就是非常的不好 因為我買七次 然後有三次我的訂單都被取消 而且它被取消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很明示的跟你講 就是它的那個信件 其實寄得有點規規碎碎 它會先跟你說你的訂單成功了 然後過沒幾天 它就直接跟你說 我們東西沒了 我就會覺得說好沒關係 發生一次OK 可是它的次數真的太高了 我才買七次 它三次就這樣子 然後像我這次買CAMPER的時候 是因為它半價 然後我就傳給崔小姐 我說你有沒有喜歡的顏色 可以一起挑 我們就可以分擔那個運費 結果我後來真的收到包裹的時候 就打開只有它 就說怎麼那麼奇怪 然後我去看它的APP 後面才發現說 崔小姐的那一雙 被單獨取消了 我覺得它發生有點太頻繁 就是以它是一個國際級的網站來講 它的後台跟它的倉庫 還有前台的這個聯動 我覺得真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我現在就變成是如果這個東西 不是真的只有在Farfetch限定有 或是它的折扣特別漂亮 我就基本上不太會再買它家的東西 因為很多設計師網站我都可以用 Amazes Fashion Essence 非常多 Mitharisa 其他人我買很多次也都沒有這樣 唯獨Farfetch 我覺得就是 那個購物體驗沒有很好 那CAMPER這個鞋呢 它跟TEPA我覺得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的份量感比較足 你可能這樣子看它會覺得還好 可是你看它側面 因為它有一點點厚底 所以像我自己個子比較小 我153 我會覺得說如果這兩鞋有一點點厚底的話 我無論是穿短褲或是穿寬褲 我的那個腿的比例會看起來更好 然後因為我小腿是有一點點小蘿蔔 如果有一點點厚底 然後份量感的鞋的話 其實會讓我的腿看起來比較細 因為鞋比較大 然後我的腿就是注力在上面 就會像是你知道就是 對比嗎 那如果你的腿在一個 就是比較份量感小一點的兩鞋 其實就會看起來 小腿肚那邊的線條會更加明顯 所以我後來只要看到兩鞋 有像這樣子的厚底 然後是輕的好穿的我就會買它 那它跟Teva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 它比較輕 Teva比較重一點點 可是Teva的底比較軟Q 就是比較像果凍會這樣子 它的話呢就是防水的底 可是它沒有特別的軟嫩 所以我覺得是有好有壞 那你自己如果評估下來 你覺得Camper的顏色是你自己比較喜歡的話 它比Teva貴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是蠻值得入手 因為也是很好走的 再來下一雙鞋呢 是我這一兩個月最最最常穿的 真的是我所有的鞋當中 我最密集 讓它在這兩個月當中登場 它是全黑 所以全黑就是非常非常白搭 就像你穿全黑的衣服 全黑的包包 真的是搭什麼都沒有錯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它的鞋型 是那種比較分量感的 那就是我喜歡的 所以它的那個鞋的重量沒有 像Camper或是Teva來的輕 可是我覺得以這樣子的標準 已經非常非常棒 它來自小CK 就是Charles & Keith 我非常喜歡逛 然後它的鞋也都真的是蠻平價的 那這一款呢 我再次看到它說就會覺得 好在當初有賣 因為它真的非常白搭 它雖然都是黑 可是它是液材質的結合 像它這邊是布 然後做像這樣子的抓皺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鞋底 或是它整個鞋型 是比較有份量感一些 比較大的 所以它不會像是那種 就是窄窄瘦瘦的黑色涼鞋 會容易看起來就是頭重腳輕 它這樣子搭短褲 我露出腿 搭寬褲 或是搭洋裝 什麼各式各樣的單品 其實都非常非常適合 所以如果講今天所有的鞋當中 我最推薦的 其實我是會推薦這一雙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好走 然後不刮腳 以重量來講沒有TEPA青沒錯 可是真的已經非常非常的好了 然後擺搭程度又很高 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它的後面是有魔鬼沾的 你比方說你是35號 但偏小 或是你是35號偏大 你都可以用魔鬼沾的方式 來調整你自己喜歡的舒適度 它這一款鞋呢 是我覺得最不需要大腦 然後也最不需要想說 到底要怎麼穿 因為它怎麼穿 都不會出錯 而且我記得它就是一千多 非常非常的划算 最後一雙鞋呢 是我今天介紹當中 最最最輕的 然後它一樣是TEPA 那這雙鞋我之前在instagram上面 就是拍了一張穿搭之後 詢問度超高 我也非常非常的推薦 就是這一雙TEPA的編織鞋 它的這個鞋 我覺得一開始雖然要有點適應 可是穿上去穿久了之後 你習慣會非常好搭 而且真的 真的蠻好看的 而且很難得有像這樣子比較機能的款 還可以做得這麼的時髦 那為什麼我說要習慣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上面是編織 所以你一開始腳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腳背被纏繞 所以第一 如果你不習慣 你的腳背上面有很多覆蓋的話 你可能會不習慣 第二的話就是因為 它其實這個繩子 它可以左右左右 自己去調整一下它的鬆緊 那如果你覺得它很緊很勒的話 你其實可以調整一下就OK 要不然我本來穿35號的時候 我一穿進去 我想說 它是不是不符合我的腳的尺寸 我是不是要拿更大一號 可是我後來發現 不適合36 其實真的還是35號最適合我 然後去年的時候 我周遭有三個人都有買這款鞋 Yu跟Esther就我們公司的同事 有買黑色的 然後我媽自己在BIMS 是買一個比較淺的粉紅色 那它的底呢其實有兩種 它的第一種底呢 是像我買的這雙 就是這種擠皮的 不過我覺得它的擠皮也不用擔心 因為是防水的 我自己在下雨天的時候去穿它 也發現是OK的 然後它整個排濕的效果也很好 我本來很擔心就是它的擠皮 可能乍看防水 可是放久了之後會臭臭的 可是目前沒有臭臭的 所以我覺得 它擠皮是蠻可靠的 第二種底呢就像是我介紹第一雙的Teva這樣子 它就是最傳統的那個Teva的底 它是完全完全防水 沒有那種擠皮的觸感 可是目前我穿這兩個底 其實我都覺得還蠻舒服 蠻好穿的 然後因為這雙鞋非常非常的輕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超級百搭 超級適合所有人 那我自己會避免的穿搭方式就是 我不會穿它然後穿短褲或是短裙 就是我不會穿它露出我的腿 有個原因在於 你看我拿這兩款鞋 這個是不是比較分量感 這個是不是看起來比較輕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樣子視覺上比較輕的鞋 我露出腿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小腿都會被顯現得比較明顯 所以我穿它的時候 我都會穿寬褲啊 然後洋裝啊 就是一定會蓋住腿 然後露出一點量子編織的設計 就非常好看 然後這一個呢也有黑色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這一款跟這一款的黑色 如果你都要挑的話 非常的困難 可是我自己還是會選它 因為我覺得它分量感重點 比較是我的愛 可是因為這個真的太輕了 或是兩款都買 也不錯 好以上就是集合 我這一次夏天喜歡的兩鞋 跟我目前還在花時間相處的Toga 那我發現這一季也有流行一款兩鞋 是有點像是前面 微微的像包起來 然後是鞭脂的 因為我發現韓貨店Bingo啊 然後還有我之前很推薦的 那個台灣鞋品牌 Eso Shoes 它都有在賣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風格的話 你可以去購買 可是我自己的話會覺得 稍稍沒那麼對我的胃口 好那如果還有哪些鞋的品牌 是你很推薦的 然後你也是穿的 愛不釋手 歡迎推薦給我 然後大家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看一下 彼此的交流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影片喜歡 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哇這個很酷 這個翻面 很砰欸 蛤要不要啊 這個翻面很砰欸 這多少錢 123 49折耶 我們先放購物車好不好 我先放購物車 我先放購物車